我們現在給各位做一個示範實驗 網路上也有影片 網路上影片的效果比我真的好 就是我要在這個真空的抽氣管裡把氣抽出來 然後就會發現氣球跟棉花糖會膨脹 那你如果膨脹的時候看不太出來沒有關係 因為收縮的時候就會很明顯 如果你膨脹你覺得看不太出來有膨脹的話 那沒有關係 它縮小的時候會很明顯 好來 本來是內外氣壓一樣 外面氣抽走壓力變小 裡面壓力大腿就往外膨脹 隨時保持等壓的過程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中都保持跟外面壓力相忍的狀況 就很像有一個氣泡 從浮底一直往上飄的情形一樣 這個考試就有人考 考你 液體壓力的變化如何 還有 還沒有教到的 浮力的變化如何 這個就是給各位看一個小小的示範 OK嗎 OK 接下來做第二個示範實驗 各位在網路上應該都看過這個就是一個雨罐 我們這邊有一個雨罐 你看我再往裡面呢先加一點水 加一點水 然後呢把它放到火上去烤 為了待會我要做個對照呢 所以我先記個池 把它放到火上加熱 我等一下會問各位問題 就是 你要想一下我為什麼要加水 為什麼要加水 各位都曉得 它是因為大氣壓力的關係 對不對 因為剛會你們有看過就知道 它放到水裡 它就會變得很被壓頂 還要冒出很多水蒸氣 冒出來讓它繼續冒 然後它又會被壓頂 你說是因為壓力的關係 那好 好 那問題是裡面壓力為什麼會被壓 裡面壓力為什麼被壓 好 裡面壓力為什麼被壓 然後呢 那為什麼它加水 跟它加水 我不曉得 因為感覺那個煙冒得夠多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不太成功 只有壓力已經被壓 它應該會 我去年做壓了很遠 因為我覺得是因為 那個 這就是我剛剛問的問題有關 就是 因為水加水是要幹嘛 加水是要幹嘛 讓它多冒一些煙 冒久一點 讓它水的氣能夠多一點 好 完全多一點 好 繼續往上冒 冒到很多的煙 放了很多的煙 放了很多的水蒸氣 放了很多的水蒸氣 放了很多的水蒸氣之後 會成功嗎 會比較成功嗎 會比較成功嗎 希望會有比較成功 可以 我們加熱到大概兩分鐘的時候 怎麼辦到現在大概兩分鐘 現在一分五十五秒 現在一分五十五秒 兩分鐘 有 加點有沒有 加點 不過還不夠吃 因為起油會這樣 瀑的那個一聲 就沒有瀑的一聲 OK 沒有關係 但是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這個我裡面裝了水對不對 對 現在我去加熱水 我沒有裝水 我沒有裝水 我一樣給它 剛才是年前到以後 我加熱兩分鐘 現在我也年前到以後 加熱兩分鐘 然後放下去 你看它會不會有變化 然後為什麼 就是扯到當然問題 為什麼要加水 加水是要幹嘛的 那為什麼 那樣子做 你會說外面壓力大 裡面壓力小差壓力 那為什麼這樣子做 你不覺得 它還有冒煙 不然是裡面有些某些水分嗎 還是某種奇怪的殘留 吵焦耶 這樣吵焦 為什麼會吵焦 一就是它的燃燒不然是有碳力 二就是這個魚罐子 我還是有點那個 啊 吵 吵焦 不過它就冒煙蠻奇怪的 它裡面看看是乾的就是冒煙 好 我們已經加熱一分鐘了 因為剛才有 來做一次 其實我們從家的桌上 我們很清潮 他中毒了 中毒了 就叫我一門壓 叫我一門壓力 沒有辦法叫我一門壓力 沒有辦法叫我一門壓力 我怕有一人中毒說了 都中毒沒人能叫 所以你還不錯 我們就是發 一門壓力 看起來我還活著 你看我可以叫我一門壓力 好了這樣已經快了一分三十秒 差不多了 考得夠久了對不對 雖然應該考得夠久了 你一看來 那張布應該這樣已經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好啦 我們加熱了一分四十秒 差不多了 夠久了 好來 放下去 沒事 沒事 好 那為什麼 他為什麼沒事 因為你已經登場了 他為什麼沒事 好 加水有事 沒加水沒事 加水是在幹嘛 為什麼加熱水放進去的時候 你會說會被壓力大 你那樣子被壓力 這個問題就請你回去思考 所以請你回去思考 為什麼 為什麼 OK 不要光只看到人家壓力 好好笑就沒有了 你要想看這個原因到底在哪裡 OK嗎 OK